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定为全球大流行 而香港疫情仍然严峻 由影音视团推动的 全民口罩共享行动 联同全港不同机构及教会 关爱香港 目标希望有五千个家庭受惠 这一日 影音视团总幹事袁敏辉 创世电视荣誉顾问叶家宝 还有艺人黎燕山和蔡国威 就在鸿途道一号创世基电 向有需要的市民派发口罩 送上祝福 基督徒派口罩除了关怀他之外 让他的口罩真的可以防止疫情 这是一个表面的行为 我们希望基督徒派口罩的时候 更加深度关心他们 是关心他们的身心灵的健康 希望我们的口罩 不只是保护他的口罩 面对疫情 是更加令到他的心灵 是得到一个反思 也都是安慰到他 在一个这么不安的情况之下 能够是心灵 是可以得到一些安慰的 所以我们这个口罩 应该可以说是一个心罩 当日有数百位市民轮候 人龙向观堂一直伸延 疫情持续爆发 很多人内心都感到不平安 派口罩往往就是向微信者 介绍主耶稣的好时机 其实都是很大的祝福 因为我们有这些物资在这里 我们作为基督徒当然是出来帮忙派口罩 出了一份力 在派口罩的过程里面 有很多微信主 有很多街坊 有些公公婆婆 或者有些年轻人 街坊 我们都会透过这次派口罩的活动 过程里面都跟他们说几句 耶稣爱你呀 祝福你呀身体健康呀 其实某程度我见到某些人是有感动的 我见到他们的眼神 我想其实整个过程里面 最重要是让他们知道 大家都有爱在里面 而这个爱我们源自哪里呢 其实就是源自耶稣基督他爱我们 所以我们去爱其他的人 而将这个讯息传递给他们的时候 也可以让他们去认识 为什么我们会那么无私地付出一些东西 去爱他们 去给他们一些口罩 原来背后有一个更大的爱在我们里面 创世电视继续本着上帝的爱关顾市民 让爱和祝福成为社区的美好见证 取心和博意 一口罩一祝福 耶 三月份开始 我们会在鸿途道一号创世机电 继续派发口罩 请赞创世电视Facebook专页 和密切留意创世电视 并且和身边的朋友分享 如果你有口罩或者抗疫物资想捐献 可以联络2209-6280 和登入这个连结 如果大家有好人好事的抗疫故事 或者有应对疫情的策略 和大家分享 可以记住我们的抗疫专线Whatsapp 6482-0353 你够不够口罩? 送合口罩和天使心悦康给你 耶稣爱你 有没有想过 可以用送口罩和天使心悦康 去祝福身边有需要的人呢? 鼓励你成为幸福侍者 转赠十二期天使心悦康 口罩和消毒用品关心亲友和轮舍 令他们有口罩 更加有耶稣基督这个心灵保护罩 快与我们一起成为幸福侍者吧 医管局临床传染病治疗专宅小组 K传染病中心表示 中心共接收二十八名新型肺炎确诊患者 当中五人需要转送深切治疗部留医 在玛加利医院 十多名已经出院 及曾经复诊的病人当中 有数位肺功能受较严重影响 不能够重回以往的工作 建议病人多做促进心肺功能的运动 求助医治病人 也帮助他们面对各种后遗症 致平安给他们 感谢观看